电影《塞德克巴莱》中的泰雅族传统服饰 让许多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而这幕后工程正是国家重要文化保存者 尤玛达禄 为了让更多民众了解 台中市纤维工艺博物馆举办一场 泰雅传统制品研究与创新展 以尤玛达禄的研究为基础 展出了泰雅婚庆服饰、制品、记录、摄影以及文献 让民众走入台湾原住民的织布工艺世界 国家重要文化保存者尤玛达禄亲自导览解说 让台中市纤维工艺博物馆 这场泰雅传统制品研究与创新展增添了不少可看性 因为这里面汇集了尤玛达禄近三年的研究成果 来呈现出原住民传统织布工艺的面貌 那在展场里面做了一些展示 我们在展示的这些布料里面 我们都是用传统的织布机 它的工具都还在 工具都还在的意思是说 我们也许第一个是我们可以分享这样的技术 如果真的有新的职责 我们一起来做这样子的讨论 古老的织布记忆在线反映着过去的历史 但泰雅织布也走入到现代 又该有怎么样的面貌 因此尤玛达禄老师与编织工艺家林属丽 这一次就以婚庆为主题 展出了结合传统的泰雅现代婚庆服饰 服装的部分有搭配服装设计师王志荣老师 那王志荣老师他是负责服装的行程 我负责织品的一个制作跟发想 那我们两个互相合作其实也十几年了 那在制品的表现 其实我们没有办法说一定是什么样的技术 或一定是什么样的图文 他其实已经融会了 等于是说融会了不同的一个方式 然后表现在每一个适合他身份的一个衣服上面 你看他已经非常非常的细致的表现了 很多的流行感 很多的这种意象性的这种展示设计 所以我觉得很棒 从一颗竹马到最后的那个整个的完整性 都让我在今天看到了 也是记录了这么几十年 庆典圣装展出了新郎新娘跟宾客与花童的服饰的 而在另外一区则是难得一见的大行鲜为艺术创作 中央照民众穿梭在传统跟现代 走入到台湾原著名的织布工艺世界 这里像台中才疯不到